词曲 李宗盛 提出的要求 而且是神自己 亲自做的工作 所以称之为 人生歌颜 这歌颜不是 总结出来的 不是为人的名言 而是天地万物的 主宰着 像人类的发生 不是人如何 总结而有的语言 而是神远有的生命 所以说成为最高的人生歌颜 成为最高的人生歌颜 人追求是心真理 就是尽自己的分分 也就是追求满足身的要求 这要求的实质 就是最现实的真理 而不是空洞的 无人能达到的道理 真理也就是最实际的 而且是人类的 而且是人类最高的人生歌颜 因为是神对人提出的要求 而且是神自己 亲自做的工作 所以成为人生歌颜 这歌颜不是总结出来的 不是为人的名言 而是天地万物的 主宰着像人类的发生 不是人如何总结而有的语言 而是神远有的生命 所以说成为最高的人生歌颜 成为最高的人生歌颜 人追求是心真理 就是尽自己的分分 也就是追求满足身的要求 这要求的实质 就是最现实的真理 而不是空洞的 无人能达到的道理 而不是空洞的 感谢观看